這個單元比較怪一點 就是平常看我桌上都會有食物啊 然後或者是我在做食物 那今天跟食物沒什麼關係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疫情期間發生什麼事情 派權女醫師X 六季我全部看完 白天工作 那時候還在工作 然後晚上就追劇 我花了三天把它看完 我是告訴你追劇浪費時間嗎 我跟你講那一定要看對不對 然後追劇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在我身上 大家應該聽都沒有聽過 因為我從來不追劇 因為我覺得追劇是一個浪費時間 然後你會有一個 心情會梗在那個地方 從小到大我追的第一個劇 我花了三天把它看完 我講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那就是上海灘 隆斑隆老啊 歸零告不是沒有歸零告啊 隆斑隆老啊 那個時候是看的時候 因為我是第一次 而且我那時候是那個年代 是錄影帶的年代 忘記幾集了吧 反正我就是 看到它結束 把袋子退出來 再放一個袋子進去 然後腰痠背痛站起來 站著看 走來走去 來回多步的看 把它一次一口氣看完 我記得好像是三天 我不太記得 但中間一定會睡著 但那一次就讓我深深覺得說 哇 看劇很過癮沒有錯 但說實話 我真的覺得哇好浪費時間 後來我就不太追劇了 接下來 我認真的再追了一次劇 是 冰玉火之歌 夏語蕎跟我講 他說我很好看 然後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看了 我記得它總共是幾季啊 八季對不對 反正我就是看了六季 然後接下來就看完了 就是要等 等後面的幾季 那到後來最後一季 多少大家都失望 因為說真的那個劇對我來說 從一開始的第一集 很妙 你覺得因為你這麼多演員嘛 很多你有看過也沒看過 你覺得那這個應該是男主角 你在想說他是男主角的時候 把他就死掉了 為什麼那到底誰是男主角 那應該是他應該 他怎麼又死掉了 那個劇就是讓人家覺得猜不到 所以那個劇對我說很有趣 包括他在第幾集的時候 他的媽媽要帶著他大哥 要去什麼 跟一個國王 希望他女兒嫁給他 同一個時間 連媽媽都被殺掉 那個是真的讓我嚇到說 那他在演什麼 因為你會讓你猜不到那個劇情 那當然我必須說 差不多第六季第七季的時候 你就八九不離十猜得到了 那但這也是追劇有趣的地方 我因為工作的原因 我必須要有隔離的時間 我就開始 開啟了我追劇 我 東京大飯店 那也是我花了很長時間 但我就是 白天工作 然後晚上就追劇 白天工作晚上就追劇 然後早上起來 可能因為我是 11點半要到 我大概11點從我住的地方 到樓下就可以了 我會一直追劇追到大概 11點多一點點 然後憋不住的這樣下去 但追劇有缺點 你太入席 要不要再做菜做一做這樣 我吃東西就這樣 然後我的 就他就他 好 學東京大飯店 剛好學木村拓摘 可是我實在 他就是會入席 這沒辦法 有一個美劇很棒 叫做什麼 叫做The Morning Show 他現在在拍第二季 他是那個 Black Pea的前妻叫什麼 Jennifer Jennifer Niston 他演的 跟以前演 漂亮白天的女生 一起演 很好看 他裡面就是在講這個 主播台上發生的事情 跟一些權力上的鬥爭 那 朋友跟我說 大發不動產 很好看 我說是什麼東西 不動產 他說是鬼片 活 一概不看鬼片 沒有必要自己嚇自己 對不對 看不會怕 怕是電影視關掉的時候 你就 這邊緊張 所以我一概不碰 但是那個是可以看 因為他很好笑 而且你會發現 韓國人很愛演嚇一跳 對不對 韓國人很愛演這個 不管 什麼鬼片也好 什麼片 一定有這個橋段 日本人很愛拍什麼 日本人很愛拍 人跟人這樣過去 我們交叉過去 然後轉身過來這樣 日本人很愛拍這種 那當你看的時候 他是 什麼 李什麼那 還是什麼 那什麼 張那拉 對張 哎唷 你有在看喔 張拉拉演的 我在那之前 我根本不認識韓國人 那是後來開始追 這個大發不動產說 發現 他是好看 他裡面的劇情 我覺得現在 我必須這麼說啦 這樣講起來 好像有點長他人之心 但我必須說真的 那真的在他們的拍攝上面 花了很多的精神下去 而且重點是 你很少看到bug 你很少會看到那些 就是 不合理 尤其是我後來 大發不動產看完之後 我看了信號 信號也是 你從頭到尾都在想 你點頭如倒鑽 你都有在追劇 不是告訴你追劇浪費時間嗎 他那裡面就是很多的那種 有沒有 就 穿越時空 然後我跟我太太跟小偉 不對 他有bug喔 他是怎樣怎樣怎樣 也合理耶 我們就一直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然後到 把這個 這個信號看完 然後就開始看那個 機智醫師生活 他的第一季 前面的兩集 說真的 對我來說還好 因為我才 在隔離的時候 我才看完那個 派遣女 女醫師X 六季 我全部看完 你看我多閒 因為隔離沒辦法 對我來說啦 他們就是什麼 他們就是醫學版的 Friends 六人型 他們只有五個嗎 五個人 雖然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個性 然後因為裡面的那個 肝 那個肝臟的意思叫什麼 本名嗎 對 曹正思 曹正思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太有趣 因為我有看過一個電影 他是演一個那個 逃難的 就是有毒氣 你有看這電影嗎 曹正思他就跟他的 小時候很喜歡一個女生 那女生好像也很有名 我在外面被他罵死 我講半天我都講不出名字來 他們就是因為整個 手蚊的毒氣上 他們會要躲這個毒氣 然後就開始跑 那因為這個曹正思他是 對 潤河 臉潤河 臉潤河都講不出來 你看我多好笑 我根本不知道啊 對對對 不要追訓 你還是 他就是這樣 然後所以我因為 我很喜歡他 我覺得他在 但是我在看那個 你說極限逃生是不是 我覺得OK 但我還沒有到 覺得他非常有魅力 一直到看著機制意識 所以我就開始回去找找看 我就看了 我的鬼神君 那個也蠻有趣的 對不對 跟蔡英有關 但是他裡面的蔡其實沒講什麼 因為他 我又認識的跟他演的那個女生 什麼名字 不要問我我就不知道 你們都知道 然後 他在裡面的演技 我覺得 對我來說很 shock 他是一個 本來是一個 自閉 然後 然後一個乖乖的女生 突然可以 你知道一人分飾兩腳 我覺得演得很好 然後裡面的劇情啊 什麼 我說真的 我不追韓劇的人 我不追劇 我更不追韓劇的 但現在我會看 我甚至會覺得 還蠻有趣的 日劇的話 反正日劇我最 有一個什麼 生存家族 有沒有看 我跟你說 那個電影 我跟你講 那一定要看 對不對 他裡面講了一些 他最主要是 從一個日常生活中 你完全不會去 去思考 怎麼過生活 你認為很多事情 是理所當然 好比說 我今天把燈打開 燈就來 我今天要開水有水 但有一天 全東京的店沒了 而且他都不知道 為什麼沒電的時候 你就開始發現 所以他們就開始 整個呈現 混亂的狀態 人在混亂的時候 有兩種人 一種是東西拎著 開始去 想辦法生存 一種就留在那邊 等待奇蹟發生 但 後來他們本來是要等待 奇蹟發生 後來他們就出發 全家 出去之後才發現 他們其實有很多 他們對 生存這件事情 不是說 花錢買東西吃 或是買東西回來煮來吃 是這堆都沒有 錢在那個當下的事情 都沒有用的情況下 他們整個家 整個一家四口 爸爸媽媽 然後 姊姊跟 哥哥跟 妹妹 一家四口 開始重新培養出 他們的感情出來 那是一部 我真心在最近 看了我覺得很棒的一部電影 我還看了什麼 我把軍事聯盟 上下兩期看完 我又看了一個 離婚律師 因為 因為 那個 軍事聯盟 所以我回去看 吳秀波的 那個 離婚律師 然後因為 吳秀波的離婚律師 我就看到 姚成不做 我回去看了姚成的電影 我就是一直 從這個人 開始一直衍生出去 只要你有時間 你就追 你如果沒有時間 我們把工作 認真做好 好不好 好不好